来看再度贴文的英帝大帝 这次贴出的贴文内容当中 包括了综合冷盘 清蒸鱼 盐举虾 香菇 鸡汤 还有赤虾油饭 英帝大帝说这是餐会的上半场 这场餐会出现在台中乌日区 他说获邀南里里风雨操场 落成感恩餐会 并且指出这场活动是南里里办公室 与乌日区公所所主办的 邀请了权力的李明 他也出现在这场餐会 大家都很高兴 在联系我们就规划 落成的时候我们要办个餐会 这样子 想不到一道选举 选举什么都政治化 为什么不能好好选举呢 希望政府不要制造寒产效应 不过活动同场出现的 英帝大帝拍到的是盐宽恒 查证盐宽恒的发言人张雨萱 盐宽恒的确出席了这场餐会 不过张雨萱解释这个风雨操场 其实是在盐宽恒立委任内 向中央争取了500万的经费来兴建 但是对于参会这个部分 张雨萱说这是乌日区公所所主办的 跟盐团队没有关系 致电查证了乌日区的区长 并没有接听电话 不过在选举的敏感时刻出席活动 要拉台人气寻求支持 英帝大帝同时也在贴出了 这满桌的菜色也引起了话题 这满桌的菜色也引起了 感谢观看